第75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七点接末 首相单司令部邮丁通过预录事项首度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发表演说时 敦促联合国必须确保新冠疫苗研发之后 供应给所有国家和人民不应存在歧视问题 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接末受新冠疫情影响 各国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发表演说 而首次在这场重量级令部邮丁敦促各国 一旦成功研发出新冠肺炎疫苗 必须确保疫苗都能供应给所有国家的人民使用 疫苗不应该存在歧视问题 此外首相也敦促联合国进行改革 朱正体制弱点 慕尤丁提到 全球目前依然有许多人因为战争冲突而受苦 联合国难辞喜咀 很多人仍然与状态 慕尤丁强调联合国是时候评估和审视成立75年的成就 加强改革进程 让该组织持续发展 首相除了在今天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亮相 接下来也会在9月26号举行的辩论环节上发表五国的声明